陈晓陈妍夕平日里极少秀恩爱,除非是碰到一家三口的生日,才会上线互动撒狗粮,平日里很少互Q,以至于时不时就会有网友猜测两人是不是离了,其实人家两口子好着呢。 11月13日,有狗仔队曝光了一段陈晓和陈妍夕私下里聚会的视频,牵手玩手搂肩,真是怎么舔怎么来。 当天两人和好友唐晓天等人一起聚餐,聚餐结束后,二人是手牵着手走出来的。 直到陈妍夕要在柜台前结账的时候,他们才舍得松开了双手。 赴完账后一群人从店里走出,陈妍夕又立马挽上陈晓的手臂。 陈妍夕虽然已经38岁,但是颜值依然能打,容貌娇好仍是少女脸,也惊住了狗仔队的抓拍。 两人和好友们挥手告别,李树到位,随后就坐上了车前往酒店。 陈小坐在副驾驶,陈妍夕和助理坐在后排座位。 到达酒店后刚下车,两人又迫不及待地把手给牵上了,完全无视身边的男助理,大方撒狗粮。 走进酒店大堂后,换作陈小主动搂着老婆的肩膀,揽在自己的怀里,彰显出满满的占有欲。 两人边走边聊感情超好。 陈妍夕都没有戴口罩丝毫不怕被认出,或许就是想让旁人看到陈小有多宠自己吧。 看得出来陈小和陈妍夕都很黏对方,是双向奔赴的爱没错了,真情侣刻起来就是甜。 两人因为拍摄于正的神雕侠侣而结缘,虽然陈妍夕因为这部戏从国民初恋变成了包子姑姑,但是她却收获了让人向往的爱情。 这对相差四岁一个月的姐弟恋受到了网友们满满的祝福。 陈小曾说在遇到陈妍夕之前从未有过想结婚的冲动,因为总感觉自己还小,直到碰到陈妍夕一切都变了,她解释不清楚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想法,这就是陈妍夕的魅力所在吧。 这不可以带viv 舞台 舞台 itime 的 并